再来说说新生代的女生张萌 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有点陌生 可是提起陈宝国的儿子陈岳墨 就有很多人知道了 前阵子这两个人被爆 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你说和岳墨拍戏的 又不止这一个女演员 这一出道就被传闻出了喜讯了 这到底是喜还是忧呢 看这个被结婚的小两口 他们会做何解释呢 最近电视连续剧 鸳鸯佩登陆护上迎评 张萌来到上海宣传新剧 自然也回避不了这个话题 这个事我之前正面回应过 我都说了不是真的 不是总有人说 我们俩这事谁好意思 还老互相联系 多尴尬呀 因正久无敌张萌陈岳墨相遇 随后各种亲密照疯传网上 这可让名人之后的陈岳墨 脸上挂不住了 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 他是背而起而是这项指的 怎么看 就是他在微博上还挺调虚的 你有跟他 谁还传你 我谁传你 瞧陈岳墨被整得一脸的烦样 真是躺着夜中枪 看来这两个新人 很难在彼此无间的相处了 不过相互尴尬的原因还有一层 张萌同学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了 陈岳墨同学只能沦为饭局灯泡了 我们两个有很多认识的朋友 然后每次聚会也都是跟朋友一起 对包括昨天也是 大家很多人 因为也都在上海 所以才在一起聚个餐什么的 娱乐星天地 记者上海独家采访报道 为了好好地谈一场恋爱 不要被隔壁大学里面的 众多怪兽做打扰